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拍过很多 亦都成功 如果我再做的时候有什么可以稍稍不一样呢 我就想到有个正人的角度去出发 然后再发展下去 我就想到 其实 witness 不一定是个人 如果是个动物又怎样呢 就开始选择着有什么动物 猫猫狗狗 什么其他 然后就发现了 其实鹰母有人类五岁的智商 如果一个五岁的智商看到一件名案 其实他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怎样令他表达出来的 而鹰母懂得说话 就发展出张继聪飾演那个警探 会和一只鹰母落口供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戏就挺有趣 值得可以发展下去 我想问一个重点就是 我第一个感觉 真正主角是张继聪而不是古天乐 为什么有这样的双主角的安排呢 这是你的观影习惯的 我不觉得由哪个角度说这个故事 就是谁是主角 譬如你昨天的高阳 你觉得Anthony Hawkins是不是主角 还是Julian Foster是主角呢 那就是了 其实我没有很仔细分这些东西 只不过由哪个角度说这个故事好看 那就是由哪个角度去说 而且如果你要是查案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 就是相对于张继聪的角色 是比较一个最贴地的警察来的 观众用这个 其实他容易一些投入 然后慢慢发挖 那同时间也会令到 古天乐的角色有更加大的新鲜感 那慢慢就舒服他 可以变成一个大查案的事件 其实他会有一个twist和转变 其实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古天乐你在宣传上 常见到他也是贼来的 但其实他也是在做查案的事件 他和张继聪是可以双线发展的 这个其实也挺颠覆了我们 传统看这个侦探故事 正常来说贼就是贼的 贼也要查案的 或者是 那就值得写 哈哈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构思 我想好像2009年到2009左右 嗯 对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差不多了 中间有什么改变 其实我看上去 你最初如果没有古天乐 这个那么厉害的演员去做大贼 其实这部电影好像感染力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今次会找古天乐去做个反派呢 首先我没有当他是反派或者正派来写 我写每个人物都不会把他做贼 面朴化 杀人 我觉得他每个人都会有血有肉 应该是 他做的事 其实正派反派是在电影里说的 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已经很聪明了 不是那么表面化的 就是这个是这样的 那个是这样的 正如演戏里面有一个对白就是 人而已 会做好事都可能会犯罪 最恐怖的犯罪现场 其实在我们的脑里面 嗯 其实他每个人面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 这个挣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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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这个就是为什么故事名 会选犯犯现场 因为刚才你那句算是punch line 来的 最后是金句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回你的演员阵容 是强到不合逻辑的 你几乎九百三部电影 为什么这么厉害 连配角都是最佳南配角 来的 我想是 嗯 剧情需要 嗯 因为其实他里面有十几个角色 都很有发挥 嗯 嗯 还有这个电影是一个以人物为主的电影 嗯 嗯 每一个人物我都需要找一个最适合的好演员去演的 嗯 嗯 那就 那就很幸运了 譬如 都挺 很多混习了当代 一些很 很多很出色 很喜欢的演员一起加入 嗯 嗯 有些是 以前合作过的旧文档 有些是 新的 但是 但其实我们的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传个剧本给他看 嗯 接着他看完就有兴趣 嗯 就加入 其实那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嗯 说回你怎样看今次 两个 重要的男主角 这个张继聪和古天乐 明显见到他们的演技 一个呢 就要非常之 算是搞笑 就是张继聪那个 要较为轻松一点 另外一边 古天乐就非常沉重的 非常有压迫感的 即是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充满压力的 这个你到他们去演出的时候 你加了些什么你的想法或者方法呢 因为我一开始已经不希望行那种 两大高手 雙虹角力那种 而是选择了 由一个最贴地 最弱势的 张继聪的角色 去挑战一个明星级的大惨 嗯 或者这么说 其实不止张继聪 他只是黑 姜浩文啊 楠卓宁啊 张继聪 动物厨厨师傅 他们一阵 一阵人去挑战这个明星级的大惨 嗯 是用了这个方法去处理的 嗯 就不是我们 可能习惯那种 那种 那种 商务模式 是的 是的 所以就试试用另一种做法去看 那你就会见到 很多比较人性化的处理 嗯 嗯 另外 刚才你说了 我第一个疑问 你都非常好奇 是徐广林师傅 哇 还要他一个 挺突出的表现 你怎么找他出山的呢 真的 徐广林师傅 其实他以前在TVB 做很多猪肉老虎的角色 是的 总之其实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气骨 嗯 那 那我们的戏里面 其实 那一天猜到正如刚才所说的 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姜浩麦 嗯 有个比较 看来像吊儿郎当的张继聪 有个很热血的眼睛 是的 其实我们正正需要一个老猜骨 嗯 他好像很低调 但是其实他需要有他的爆发力 嗯 然后 嗯 是的 那我们就找到 其实一个 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气骨 嗯 是很适合这个角色的 嗯 那我们就邀请了他演出 我讲过《真人真事》给大家听 我在大陆看这部戏 跟我看那些是看TVB剧长大的 内地的青年 他认到徐广林 他看到有一幕 就是徐广林和张继聪 有一个很热血的 互相对峙的那一幕 他说 蛤? 那个猪肉佬? 原来这么厉害? 那些 最好笑的是 蛤? 那些人以为 中间在猜 哪个是真 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那时候 有人怀疑那个猪肉佬 就是怀疑那个徐广林师傅 说他是奸的 好 有人怀疑人出来 有人怀疑劉心油 是啊 是啊 那我不会告诉别人 劉心油是主谋 但是这个其实 你去到中段 因为你刚才都说了 你很多的角色 都是全部宅地有声的 个个呢 都是足够令到观众去怀疑 他是 是不是这个 真是幕后主佬 那样 甚至乎你中间玩到 连古天乐的角色 都自己怀疑自己 有些观众开始都组中断 咦?其实他看到的东西是真 还是假的呢 就是 螞蟻的处理背后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螞蟻 其实幻觉看到螞蟻 是代表死亡的 其实你去看一些 资料 其实你都会知道 有这个象征 而跟着 而跟着 就是几个女主角 我都觉得是几突破 因为宣圈做一个 视力有少少问题的 这个 是的 另外跟着到 盐卓玲做 刚才你所说的 那个热血的 是被张继聪的角色 拯救过去 当差的一个女仔 其实 我觉得全部 那些角色 是可以互相对比到 全部 一些就是静的 一些就是冷的 或者一些就是冷些 一些就是热些 那样的 你是刻意这样设计的 是不是 当然 是啊 你没理由 跟各位一样 嗯 那他就没有他的存在价值 你一定是每个人 有他的独特性 是 是 还有每个演员 我都希望他有 一些少少不同的 发挥 以前的角色 是 是 其实你这么多的角色当中 你个人是最喜欢哪一个 你自己设计的角色 我说真的 除了两大主角之外 我个个都喜欢 我没有一个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 我不会让他存在 是 真的 这些官方答案 那怎么会呢 你应该不写他 你当然要写到自己 至少满意为止 你才不管他存在 嗯 另外 我有个小小的好奇 就是 吴绍轩和凌文龙 那两个角色 我第一个想法 如果两个演员 调转演会发生什么事呢 是的 你有没有曾经有一刻想过 把中间的演员洗牌 即是这个演这个 这个 反过去演那个 没有 没有 是的 其实我是很喜欢 吴绍轩 和古天乐的对手起 是的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真的 阿前辈 你击死他 我只是作者 你击死他 很好 昨天电影节那场 大家都很喜欢吴绍轩 是啊 是的 他是很好的演员 当然 是的 就是很多谢 我很多谢 黄秀萍 陈森瑶 他们发挥更多新的演员 嗯 就是吴绍轩 我知道 是的 我们可以继续用 是的 是的 我好奇问另外一些宣传上的 一些 你们的特别的方法 就是同一套卓游 去Course Over 你知不知道 是的 这是宣传部同事的idea 还是你的idea 宣传部同事的idea 但是这个其实 为什么出三十多副这么少呢 我不知道 你问宣传部 我想用有一副 行不行呢 我也没有 哈哈 我做这个访问 其实是想问你拿这副的长游而已 你问我 我也没有用 哈哈 那些是不敬我手的 是的 而另外就是 用一只鸣帽 戴戈 做这个 在戏院宣传的 那些 但是你怎么看 这个又挺突破的 是的 是的 我觉得非常之好 大家爱不惜手 对于那只鸣帽 是啊 我拿了很多来送礼物给人 是吗 哎呀 你这些被爆出来 是啊 先讲一部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 我会定性 根本就不止是这个 推理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你很难分 它的片组 究竟是传统警匪片 还是真的一个原谊推理片 还是单纯犯罪恋影 你作为创作人 你会怎么定性 这个电影的主题呢 我想这个类型就是 我常常都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定性 为什么要分类型呢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都不会每天都是喜剧的 每天都是爱情的 你总是有不同的情绪和经历 在一起 如果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是以一个人物为主的电影 其实心理上发展最复杂 和曲折那个 当然是《天狼》的角色 是 在以他这个人物为主的过程当中 他经历不到的高低起跌 喜怒哀乐 就是这部电影需要有的东西 就不是我硬要将它 困死是什么 推理 犯罪 愿意的 我觉得这些是其中一种做法 但是我每一次都希望 试试 其实不能跳出这个框框 为什么要经常被这些东西困住自己呢 我认为电影中最重要的一定是人物 绝对是人物 这次你觉得算不算成功挑战了 这些框框呢 这个留给观众说 我努力做 正如上次《大乐诗》一样 我很喜欢 郑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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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也很喜欢 我很喜欢 毛贾道的监制 蒼晨先生 看完送给我们的一句说话 即是一部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的电影 这个也是我 继续希望努力做到的理想 会否变成这句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变成了你创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风格 作为一方向呢 呃 或者是 我都不肯定 因为你每一个故事不同 嗯 但是这个是尽量的 其实你真是 你现在四部作品 真是每一部的风格都很大差异 其实是因为你过去不同的经历 还是你本身还是不断尝试 去摸这个冯志强的风格呢 就是 我就觉得 我是 我没有想到风格这些问题 嗯 我纯粹都是由故事出发 即是如果这个故事 我觉得它很玩的 我就会把它发展 嗯 过去四次都是 嗯 是 我不会因为 不停继续有那个类型 或者是什么 这个 例如 例如 在现场的故事 我觉得很好玩的 它就会发展 但是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发展出来好看 所以其实我没有分 嗯 我是 甚至乎 如果你说什么风格 其实我 很 大家看到我其实都算 偏向低调的导演 因为我 我很不介意大家 看不到那个导演 你有出场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在电影里面 你不要不停提起 有个导演在 告诉你 我正在拍电影 或者是 导演什么手法 我又要指揭我 一些什么signature 那些 我希望大家 你记住的角色 记住里面那些人 可以的 不需要一定看到 我在那里做什么 我挑战听众门 冯导演是中间有客串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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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俊也有 王俊也有 陳七也有 王俊很受欢迎 王俊昨天好像在 阿州田兄節 他一出场 戏里面出场 是 那些观众也有发出 驚喜的欢呼点 是 他真的有很多fans 哈哈 我又说回真人真事 因为我在大陆看的 那 那同一场呢 那我就 看到你 我不说哪场 我是先看到王俊先的 是 没错 接着我看到王俊已经 啊一声了 接着之后看到后面 嘟嘟嘟嘟嘟 咦咦 这样的 为什么呢 这一幕我留待观众去发掘 这一幕其实 我会觉得是挺可爱的 还有呢 看到我们香港的 新一代导演之间的友情 是 为什么 无端端会请王俊 李子俊那些 去帮忙 大家都算做 这一辈 新一点的导演 是啊 那 没有啊 那里需要一队球 你说出来 没问题 其实我都post了 一队足球员 是 有个机会 大家一起玩一玩 我觉得挺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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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部电影就在 10月的24号就正式上映了 是的 那这个 你接着会都不断 会跑借票 会是 是 会不会有些什么借票的 特别的礼物 或者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那些工 我不知道公司公布了没有 其实我们都跟上一次大学生一样 都会有本电影全纪录的书 正想问的 你快点说吧 是的 应该是买票的时候 会有数 嗯 那是非买品来的 嗯 那希望 非买品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 观众入场看这部电影 嗯 所以 很多人都问 那这本书 怎样可以买 都对不起 就是我们买的 是的 我们希望 第一 就给我们台前幕后团队留了纪念 第二就是跟一些人场的观众分享我们的 是的 我们的努力 嗯 那大家去我们的Facebook 即官网 是 Facebook Facebook 可以看到 提到 这些资料 是的 其实我最后想问 怎样拿到这本书 那其实 这个也是你的风格 你之前 你大乐师 和这个 圆红 也有 圆红 应该尺寸一样 即是可以同事一齐珍藏 这些 其实都算是 你 在行里面 你和Sunny 是 或者加上之前翁子光 是将自己的作品 是会有一本书 去做一个纪念 而且这本书 大家都知道 多数都不赚钱 但是为什么还坚持要做呢 不只不赚钱 这本书是直接送的 是的 那怎么会赚钱 就算是卖都不赚钱 卖都不赚钱 卖都不赚钱 那就是索性送的 是的 我和你开玩笑的时候 说你应该送给大学 有电影系的图书馆 我叫本 图书馆而已 是的 真的 图书馆送给武校浸大 是的 所以我可以帮你 做完访问之后 找本 哈哈哈哈 有些人问 军操的同事 OK 是的 OK 最后我个人看完 我觉得明年金像奖 应该不止一两行提名 那么少的了 这一套都是应该2019年 我们 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 港产片之一 已经 所以真的 希望票房亮丽 和明年金像奖 我们可以颁奖 来见到你们去拿奖 谢谢 好 多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我们希望24日之后 在这个借票上见到你 OK 谢谢 多谢自己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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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